今天开始我们讲这个第26章的最后一节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 我们看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说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构造了两个支援系统 或者叫两个形式系统 一个叫P一个N 这两个的构造方法都很类似 构造方法类似 我们先定义了形式语言 然后对P和N分别构造了不同的推理规则 然后后来我们证明了这两个规则 这两个系统是某种意义上是等价的 从列定理的意义上面讲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公式α是P的列定理的话 也是N的列定理 是N列定理的话也是P的列定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是等价的 在这个所谓的形式语言里面 或者形式语法里面 我们关心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核心的部分 对任何公式α 任何公式α 看它是不是一个列定理 这个核心部分 从这个核心的意义上讲 这两个是相同的 所以在后面 在说的那后面几节里面 我们P和N 比如说在定义P和N的语义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强调 十分强调 到底是对P来做的 还是对N来做的 这两个基本上公式级是一样的 列定理级是一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两个模仿的意义上增加性 这是做了一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做了这样的语言部分 或者叫语法部分 语法部分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演算 你可以看的是一种 完全是符号的一种变形 从一个符号串 变形到另外一个符号串 你可以现在可以想象到P中的那些证明规则 或者P中的证明序列 先给了一个证明一个公式 有了这些公式以后 我们用规则 用N也好 或者用分离规则也好 用公理也好 我们可以写出一连串的 各种各样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根据规则来变 我们不考虑这里面的任何的含义 不考虑里面的有含符号 到底什么意思 也不考虑里面的非符号 到底什么意思 完全是根据公理和规则来变形的 所以它是一种符号的演算 不是一种含义的演算 不是对含义进行考察 这是一部分 然后我们分别考察另外一部分 我们对每一个公式 对每一个公式构造了真假 然后我们定义了所谓的永真式 永假式等等这样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面讲 我们讲了构造了一个所谓等值演算 等值演算 我们构造了一种标准型 从这份真假的含义里面 可以和这个形式推演部分就独立了 你真假是按照一套远含符号的含义 或者符号的含义 非符号的含义来做的 通过这等值演算来进行推导 形式语法部分 是完全公式和规则部分 公式部分 从逻辑上来讲 这两个缺一不可 就是一般的一个逻辑 一般的一个逻辑 它都总是有这个语法和语义 所以逻辑是一个语法和语义的一个混合体 你说你定义了一个逻辑 你必须先定义好语法 然后定义这里面的语义 这是我们分开的两件事情 今天我们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 就语法和语义结合起来 什么叫语法和语义结合起来呢 我们今天要证明 证明 第一个所谓的可靠性 就是任何一个类定义 不管你在P里面还是A里面 任何这个类定义都是一个永人式 类定义是我们通过公理和规则推出来的 永人式是我们通过真值表 真假值算出来的 这是两个不同路径得到的两个概念 然后我们说这两个概念是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也增加的 试定义的话一定是重言式 这样的性质我们称为可靠性 反观的性质 它的立定义 你所有是重言式的 是永真式的话 我们在系统里面也推出来 这个我们称为完全性 可靠性和完全性合到一块来 说明立定义的结合 和重言式的结合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把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P的系统推理 或者N系统的推理 叫做重言式推理 重言式推理 就是它的立定义集 和重言式集是相同的 它推倒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重言式 所以有个重言式推理 这两个是说明立定义集和重言式集是等价的 当然一个方向 立定义是重言式 我们成为可靠性 这个你也好理解 你想看我推出来的东西 我根据无一的那些规则 推出来的那些东西 推出来的那些公式 它都是永真式 推出来都是对的 推出来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成为推出来的东西是可靠的 或者叫成为可靠性 反过来 你任何一个对的东西 我都能推出来 这是我们希望的 比如说数学里面的任何一个定理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系统 如果是对的 我们都能把它推出来 那这样的话数学就很完美 很完美 可惜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到现在为止 不是说我们 不是说有没有都不知道 是吧 有没有都不知道 不是说我们说有 有我们找不到 或者说一定曾经证明没有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重演式 永真式 我们的系统P里面都可以把它推出来 所以这两个系统P的 或者A的这两个系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 与这两个系统上对应的 有一个产品核心性的 核心性的 比如说P这个系统呢 或者A的系统本身是没有矛盾的 如果有矛盾的话也很麻烦 所谓的有矛盾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找到一个 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可以推出一堆矛盾来 所谓的矛盾就是这个Alpha和非Alpha 我们说一个公式和它的 它的那个否定名题 是一堆矛盾 Alpha和非Alpha是矛盾 如果一个系统 Alpha是利用力 非Alpha也是利用力 那这系统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堆矛盾 那系统本身呢 是不和谐的 本身不和谐的 如果这系统是不和谐的话 你的系统也是没意义的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过这样的一个公式 证明过这样的公式 证明过这样的东西 非Alpha有一个Alpha有一个Alpha有一个贝塔 一开始我们在P里面争过 在N里面争过 这是一个利用力 如果你这个找到某一个Alpha 找到某一个Alpha 使得这个非Alpha是利用力 Alpha也是利用力 那对任何一个贝塔 任何一个贝塔 贝塔也都是利用力 那你的系统还有什么意义 在系统内部 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 任何一个公式都利用力 那你还推什么东西呢 没什么可推的了 只要写一个公式 只要符合公式的语法定义 它就是利用力 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证明这三个性质 前两个说明 这个系统本身具有很强大的表达能力 后面就说明 这系统本身也是一个 一个无矛盾的系统 是一个好的一个系统 在一般的计算机的逻辑里面 在计算机的逻辑里面 一般的说你要定一个逻辑 比如说你对数据库进行推导 对某些知识进行推导 对某些程序的性质进行推导 一般你要构造一个逻辑系统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语义法和语义 语法部分首先要定义好 你这个系统里面逻辑里面 有哪些东西是公式 哪些方向的公式 而它的方向的公式定义 不完全我们身体上就是一个或者 而且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一些连接词 比如说像那个摩太词 你们家里还学到那个摩太词 还有一些实态词 还有其他的很奇怪的格伦干的连接词 看你的系统不一样 首先你的语法要定义好 能使用哪些符号 能使用哪些连接词 或者叫可能干的一些逻辑的运算符 然后这些公式定义出来之后 又看它是不是 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假 真假定义出来 公式什么时候对的 什么时候错的 比如说对程序里面的那些 指寸进行推导的时候 指寸进行推导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指寸公式 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假 这个东西都是将来你们会碰到的东西 一般的计算机的逻辑里面 或者计算机的新系统里面 它一定有这样的可靠性 如果你系统没有可靠性的话 这个系统没什么大约用处 你提出来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永真事 不一定是对的 你要你这样的逻辑干什么 你提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对的 我要你的东西来做什么事情呢 没什么用处 所以一般起码的一个计算机逻辑里面 它应该有这样的语义法语 加这样的可靠性质三个部分 完全性的以大部分的逻辑里面 大部分的逻辑里面 有的逻辑里面 它是定义的 有的逻辑里面没有 特别是计算机科学家来说 你定义这个逻辑 看逻辑能不能 看看你能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能对程序的某些性质进行推导 比如我们经常在程序里面讲 这些所谓的安全性 能对性质进行推导 整理的逻辑很好 能进行安全性推导 他说你这个逻辑 很少有这个计算机科学家问 你的逻辑有没有完全性呢 很少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某一个数学家 或者某一个追求完美的一个理论学者 他说我证明到这样 你这样的逻辑还是完全的 像你科学家听的时候 很好 你很厉害 但基本上它不是很 不会再往下再问 你这个完全性 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完全性 在计算机逻辑里面 用处不是很大 但是到后来讲这个机动证明的时候 讲这个自动推导的时候 完全性有很大的用处 就近这些年的发展 最近十几年的发展 完全的用处就更大 完全用处呢 可以用来进行这个机器的自动证明 这个所谓这个 对用的越来越大 因为它的推导部分 可能有的时候牵涉到一些自动机的部分 这个将来你们碰到这个 会碰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逻辑里面呢 一般来说 起码是语法语义 这样的两个部分 然后一般来说 你定义的系统里面 要具有这样的可靠性 就这样的可靠性 完全性呢 大部分的电机逻辑里面 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 但是呢 如果有的话 会这个 会简常添花 核心性呢 将来证明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可靠性的话 一般来说 也具有核心性 只要可靠的话 它不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矛盾 后面证明会看到这个 今天呢 我们讲这个三个性质 第一个是可靠性 可靠性定体刚才已经叙述了 说α如果是个零零理 假设呢 我们就是P的零零理 这P和N是一样的 假设α是P的零零理 我们这α一定是个重现式 那就是α的 任何一个指派 在任何一个指派的值呢 都为一 都为一 既然α是个例子0的话 我们就对α呢 实际上是α的证明过程 规大证明 规大证明 这个α重现式 既然α是一个例子0 α就有个证明序列 你可以写第一个式的α1 解α2到αN 每个αN呢 都是使用公理或者规则得到的 规则得到的 然后我们来证明 在这样的证明序列里面 每一个αI 它都是一个重现式 证明每一个αI都是重现式 那这样的话αN是重现式 αN呢 既然是 整个这个序列是α的证明序列 所以αN就是这个α 所以证明的思想很简单 我们对每个αI 证明这个αI都是重现式 对I规则证明 I点1的时候 顶级部分 要证明这个αI是重现式 αI重现式 以前我们讲过 在这样的一个批证明序列里面 它是第一个式的 那αI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个公理 是吧 只能是公理 上一节我们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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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公理 它都是重现式 我们念了一个表 还记得吧 我们三个公理 念了一个表 每个表里面 我们就算了一下 α远含β 远含α 是重现式 α远含β 远含γm 然后远含一个α远含β α远含γm 这也是重现式 这个我们都不多说 你们回去看上一节的内容 这样的话 定基部分就完成 然后归纳部分 假设呢 我已经证明了 前面I减1个 都是重现式 α1到αI减1都是重现式 我们证明αI也是重现式 这个αI呢 是这个系列里面的 第1个位置 第1个位置 我们假设呢 前面的I减1个位置呢 都已经是一个重现式了 重现式 我来证明αI也是重现式 看这αI怎么来的 αI在这个系列里面怎么来的 要么是个公理 要么使用分离规则得到的 如果使用公理的话 如果αI是公理的话 αI那是重现式 没什么说的 如果αI是由前面两个 αJ和αK 使用分离规则得到的 使用分离规则得到的 使用分离规则得到的话 我们就讲过 不方设呢 这个αK 就是αJ和αI αJ和αI 这种方法呢 我们用过多次 或者说你说αJ 就是αK和αI 这两个是对称的 任何一个都可以 根据固大假设 αK呢 是一个重现式 是永远式 这个呢 也应该是个永远式 因为这两个 都要在αI之前出现 所以这两个呢 也是重现式 既然这是一个重现式 αK是一个重现式 这个也是一个 αK重现式 这个也是 αJ是一个重现式 这个也是一个重现式 αJ是重现式 这个也是重现式 αI必须是重现式 如果αI不是重现式 你找到一个Sigma 找到一个指代Sigma 使得αISigmaV0 αISigmaV0 可是呢 可是就对这个Sigma αJSigma呢 为1 对吧 αJ是一个重现式 αJSigmaV1 αISigmaV0 这样的话 整个αJ和αI这个Sigma αJ和αI 这个公式在Sigma下的值 就为0 与这个αJ和αI 是一个重现式矛盾 矛盾 所以这时候呢 αI必须是重现式 这样的话 我们证明了 硅拉部分 整个这地方呢 硅拉证明完成 所以每一个αI都重现式 αI也重现式 所以可靠性呢 比较好证 我们证明了一些引力 比较好证力 有了可靠性以后呢 我们很快就能证明和系性 和系性 就是说DP的任何公式α 任何公式α 这两个呢 最多只有一个成立 甚至一个都不成立 但不可能两个 你找不到一个α 使得这个式和这个式 两个同时成立 找不到这样的那个α 那就说 在P里面 推不出矛盾来 对任何一队矛盾 你都推不出来 不能同时这样推得转 这样的话 推不出矛盾 就是和谐 就是和谐 但这个地理并不是说 单独的某个α α利率 这种情况是有的 单独的某一个α 非α利率 这两个是不能排除的 也不能排除什么呢 α和非α两个都不是利率 都不是利率 他只是说 这两个不能同时成立 不能同时成立 这都只有一个成立 或者两个都不成立 这个证明 证明呢 也不困难 假设呢 假设这个命题不对 命题不对呢 就有一个α 有一个α 使得α利率 非α也是利率 非α利率 那这样的话 根据这个可靠性 如果是一个利率 的话 就是一个重现式 如果你α利率 非α也是利率 那这样的话 α和非α都是重现式 都是重现式 那这时候都是重现式 那就麻烦了 我随便找一个指派 我随便取一个指派 叫Sigma 任何指派都可以 αSigma呢 αSigma是一个 是重现式的话 是1 非αSigma是重现式 也是1 两个都是1 可是非αSigma呢 就是αSigma是1 可是非αSigma是1的话 按照非αSigma的定义 定义 它应该是1-αSigma αSigma是1 这样的话 1-1是0 这样的话 非αSigma呢 一方面是一个1 一方面又是一个 一方面又是一个 是个0 是个0 这方面呢 就与这个 得到一个矛盾 是吧 一个任何一个公式 在任何一个指派的值呢 越麻10 越麻11 这都是一个值 不可能两个值 不可能两个值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证明了 得到这样的矛盾 就证明了 这个所谓的一个核心性 所谓的核心性 而一同学可能问 就是说你这方 认取一个指派Sigma 你能得到一个矛盾 得到这样的一个矛盾 如果没有指派呢 你不就没有矛盾了吗 是吧 这个矛盾呢 是依赖你这个指派Sigma 存在不存在 如果没有指派 你这个 你要这个矛盾找不着 是吧 αSigma是1 αSigma又是0 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矛盾 好 指派有没有呢 显然很多 是吧 只要你是一个 PGA的行驶系统 行驶系统里面 只要你一把命题变缘 命题变缘符号定下来的话 指派有五千多个 几端的情况 我让每个命题变缘的值呢 都是1 对吧 都是1 让每个命题变缘的值都是0 又是一个 对吧 我间隔的 101010又是一个 所以这样的指派有很多个 很多个 我不是说不存在 只要有一个的话 我们就得到矛盾 所以随便取一个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 对面是对的 这个你说呢 这个α和非α 两个不可能同时 利益你 但不排除这种情况 不排除α和非α 均不是利益你 这种情况 有了这样的和谐性呢 我们可以对面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说是一个不和谐的话 如果系统不和谐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非α 远航 α远航 β 这是一个利益你 但做到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β都是一个利益你 如果不和谐的话 就这样的限制 现在和谐 就不会这样的限制 和谐就不会这样的限制 因为P是和谐的 所以P中呢 至少一个公式不是利益你 P中至少一个公式不是利益你 这个证明呢 不是哈勒来用刚才那个利益证明 刚才的东西只是说明 只说明如果你不和谐的话 这样的 但和谐呢 这两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不是个利益命题关系 怎么证明这个呢 P中至少一个公式不是利益你 来好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P中任何一个公式都利益你 P中任何一个公式都利益你 那我随便取一个公式阿法 随便取一个公式阿法 那阿法是利益你 非阿法也是一个公式 非阿法也是利益你 那不就有他矛盾了吗 这样就很好证 这样的话我们证明到一个方向 P呢是起码是可靠的 有的可靠性呢 一般能够保证叫和谐性 下面呢我们证明完全性 在完全性之前呢 完全性的证明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我们先给出一些记号 然后给出一个引力 这种证明的一个完全性 我们先定一个记号 公式的真假 与公式里面所包含的面体变元有关 面体变元有关 与这个不在这个公式里面的面体变元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公式里面所包含的面体变元 法号都给它列出来 列出来 所以呢我们把公式呢写成这样的情况 写成这个是 这是一个公式beta 然后呢写这些面体变元符号 v1到vn 我没写 没按照这个语法里面写的 什么x1xn来写 因为v1到vn呢 不是一定顺序直线 不一定是按照x的顺序直线 也不一定是签n的 随便的一个 n个面体变元符号 反正是x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x1到xn xn加1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用v来表示 假设用这样的一个 betav1到vn 表示p中的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样的公式 表示呢 第一个v1到vn都是面体变元符号 而且互不相同 互不相同 第二个 p中出现的面体变元符号呢 都在v1到vn当中 这样的话 p中的真假 p在某一个指派上的真假 至于这个指派 对v1到vn的值有关 下值没有关系 所以用这样的记号 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来证明一个引力 这个引力呢 证明倒不是很困难 但叙事都有一点麻烦 整个这一页就是叙事这个引力 假设v1到vn是p的那个公式 这个呢 这样的习法 遵循刚才那个约定 刚才这个记号的约定 表示 为中出现的面体变元符号呢 都在v1到vn当中 而且v1到vn是活不相同的 sigma是p的一个指派 一个指派 如果alpha1到alphan 是如下构造的公式序列 然后有一个alpha1到alphan 这样的一些n个公式库列的公式序列 每个alphai是什么东西呢 每个alphai要么是vi本身 要么是非vi 什么时候vi呢 如果sigma对vi的指使1 就让它是一个vi 如果sigma对vi的指使0的话 让它非vi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有三个东西 有三个东西 一个你现在不着急看这个具体的东西 一个是公式alpha 公式beta 然后有个指派sigma 这个sigma 由这两个东西呢 我可以构造 可以构造一个公式序列 给进了beta 给进了sigma 我可以构造这样的公式序列 alpha1到alphan这样的序列 怎么构造呢 你去看sigma对v1的值 对v1的值什么东西 sigma对v1的值如果是1的话 alpha1就是v1 就是v1本身 如果sigma为1的值是0的话 alpha1就是一个非v1 这样的话alpha1就构造好了 然后看alpha2 看sigma对alpha2指派的值 如果这是1 alpha2就是v1 如果是0 alpha2就是非v2 这是v2和非v2 这么一直下来一直到n 所以有sigma 有这样的beta 有这个sigma 你可以构造这样的一个 alpha1到alphan 所以三样东西 本质上是两样东西 本质上是两样东西 有两样东西 构造第三个东西 这三者之间什么关系呢 三者之间什么关系呢 如果这个beta这个公式 在sigma的值 sigma值 如果是1的话 beta这个公式 在sigma的值 如果是1的话 你刚才构造的那个序列 一定能够推出beta 这个推出当然在p等也可以 在n也行 因为这两个我们得面增加了 假设我们在p等p 或者如果beta 在sigma值 如果是0的话 这样的刚才定义的这个序列呢 提出的是非beta 非beta 这样的话 alpha beta 这个公式序列 alpha这个序列 beta 和sigma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什么呢 就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式成立 或者这个式成立 这个式成立呢 是需要这样的条件 提出非beta呢 需要这个beta的值 是0 这样的条件 这三者之间呢 是按照钢铁购造出来的 有alpha 有了这样的个beta 有了这样的个sigma 我们购造这样的 alpha这个序列 这是公式本身 公式本身 下面我们要证明这个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证 肯定的beta呢 因为这地方alpha beta和这个sigma之间 好像没有什么 太直接的关系 对吧 得到这种性 好像也不是 直接就看出来的 所以这地方呢 不好证的话 一个办法 一个反证法 一个是 规大证法 我们对beta 进行规大证明 对beta进行 规大证明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对beta的构造性 beta是怎么来的 beta是一个 符号序列 是一个符号的序列 对符号序列怎么来的 它进行规大证明 实际上对beta里面 所含的连接词的个数 进行规大证明 对beta里面 所含连接词的个数 现在假设 beta是P等的公式 P里面只有两个连接词 非和允含 而如果是n的话 一丝不变 就五个连接词而已 我们想要假设 beta是一个P等的一个公式 P等只有两个连接词 所以我们就数beta里面 含这两个连接词的个数 进到一个非 就数一次 进到一个远含数一次 出现三个非 你就数三次 把非和远含加起来 这个个数叫d 我们对d进行规大证明 其实我们后面看到 对d进行规大证明 实际上就对α的构造性 进行规大证明 我们先看第一个 d等于0的情况 d等于0的话 说明beta里面 所含的连接词的个数呢 是0 那就说beta里面呢 没有零件词 beta里面没有零件词的话 那beta只能是什么 一个公式里面 一个零件词都没有 那beta只能是 命题符号 只能是命题符号本身 你非的构造不了 非的构造不了 就最底层的那个部分 最底层的那个部分 非的构造不了 所以就说呢 βri 一定是某一个命题符号 但我们说beta里面 所包含的命题符号呢 beta这种写法 beta里面 所包含的命题符号呢 都在这里面 都在V1到Va里面 所以这时候呢 beta只能是某一个vi beta是某个vi 这样的话 如果d等于0的话 beta一定是某一个vi 这个vi呢 已经包含在这里面 下面我们来证明 我们来证明 如果beta是这样的一个vi的话 证明这两个 这两个式都成立 1也成立 2也成立 这是我们的结论 好 先证明1 1要证明什么呢 1要证明假设这个成立 beta sigma是1 我们证明呢 α1到αn 有含beta字极 T2beta字极 好 如果beta sigma是1 beta sigma1 beta sigma现在呢 就是 就是vi sigma 就是vi sigma vi sigma的话 按照定义 就是sigma vi 好 所以sigma vi是1 sigma vi是1 sigma vi是1 按照定义 sigma vi是1 就是α1呢 就是vi 就是vi 这样的话 我们要证的是一个这东西 我们要证的是这个 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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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T2一个beta beta 现在beta呢 是vi beta是那个vi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α1呢 α1呢 α1由于sigma vi是1 所以α1就是一个vi 自然的不动它 不管它 这样的话 我们要证的东西呢 要证的这个式 就变成这个式 前提是α1 vi α1 T2vi 那这时候 这个东西呢 它的一部分 是吧 它的一部分 所以按照我们性质 以前我们证明多一性质 既然beta 既然它是它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成立 那就算这个是成立 实际上是betai β就是这个αi β就是这个i 所以我们中央写了一个 σVi是1 所以看到αi就是这个vi 这是αi的定义 既然这个αi是vi β呢也是这个vi 所以αi就是β 这样推理 这个推理呢 就显然 β就是这个αi 所以这个显然 好 反过来 第二个式 如果βσ是0 σ是0 按照定义 βσσ是0 那实际上就是α 就是σVi那是0 对吧 σVi是0 σVi是0 按照这个定义 αi就是质vi 质vi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 α1到αn 变成了这地方是一个质vi 质vi 显然我们推出来的是一个 这地方既然是个质vi 的话 这地方推出来的也是个质vi 这地方是个质vi 既然这地方是个质vi的话 我们αi呢 还是一样 αi还是一样 这个式没变 这个式没变 β就是这个质vi 这个简直没变 β就是质vi的话 这地方就是质vi 实际上就是一个质质 所以α1到质vi αn 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个质质 所以这样我们证明了 α1到αn 质量是个质质 这样的话 第一个部分好证 当这个点击部分 当地点于0的时候 也就是说β是最基本的公式 只是一个命题符号的时候 只是好证 要么这个成立 看它是不是1 要么这个成立 看它是不是0 实际上βσ要么是1 要么是0 这两个至少有一个成立 所以要么这个是成立 要么这个是成立 这是第一步 定基部分 下面质大部分 质大部分我们假设 对所有小于等于K的那些低度成立 如果一个公式 如果这个公式里面 所含零解词的个数 个数 如果小于等于K的话 如果比K小 小等于K的话 假设都是成立的 假设都成立 假设这个是 假设这个都成立 假设这个都成立 然后我们证明 低等于K加1的时候也成立 假如新的一个公式 里面所含零解词的个数是K加1 零解词个数是K加1 然后我们证明 这个定理也成立 整个这个定理也成立 那就说 如果一个β 含有K加1个零解词 这个β σσαα也满在这个关系 那么这两个事也要成立 两个成立 好 现在我们假设呢 β含有K加一个连接词 那这时候我们看β是什么形式 你按照β要嘛就是按照 它的语法构造 β要么是一个命题符号 要么是一个 是一个非β什么东西 是一个非什么东西 要么是一个语言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语言什么东西 只有这三种形式 这三种形式 我们试一个一个看 如果贝塔是一个符号的话 顶级部分也证明完成 证明完成 我们就不管它了 如果贝塔是一个非 我们证明是对的 然后我们证明呢 贝塔如果是远含的话 也是对的 这两个大的步骤 然后每个大的步骤呢 又分成几个小的 分成几个小的 如果贝塔是某一个非 贝塔是个非贝塔1 非贝塔1 那指数呢 贝塔1里面所含连接词的个数呢 一定是K的 对吧 因为整个这个里面 含有K加一个连接词 整个这个里面 含有K加一个连接词 这地方有一个连接词 这地方有个非 所以贝塔1里面 连接词的个数应该是K 对吧 所以呢 对贝塔1呢 我们可以用个大假设 个大假设 怎么用它呢 我们下面再看 我们要证的还是两个结论 如果贝塔σ是1的话 我们要证明 阿发1到阿发1 提出贝塔 如果贝塔σ是0的话 提出这个阿发1到阿发1 提出非贝塔 提出非贝塔 如果贝塔σ是1 贝塔σ1 按照这个东西的定义 按照非贝塔σ的定义 它应该是1减去贝塔1σ 1减去贝塔1σ是1 所以贝塔1σ应该是0 它是0 而贝塔1是用过来假设 贝塔1是用过来假设 贝塔1σ是0 贝塔1σ是0 对吧 贝塔1是用过来假设 贝塔1σ是0 所以阿发1到阿发n 可以提出一个 非贝塔1 对吧 非贝塔1 那你说你说这个地方 成立不成立呢 成立不成立呢 也是成立的 是吧 就是贝塔1σ 就是贝塔1σ 阿发n 这三东西满足不满足这个性质呢 你假设这地方改成贝塔1 贝塔1σ是一个公式 是对的是吧 阿发是一个指贩 也是对的是吧 也是对的 阿发1到阿发n 是这样定义的 也是对的 贝塔1并没有改变这个式的 原来考察贝塔 现在考察贝塔1 贝塔1呢 并没有改变这个阿发n的定义 并没有改变阿发n的定义 所以这三个呢都是对 这三个之间满足这个关系 这个东西没变 没变 这时候呢 贝塔1σ是0 按照五大假设 这个是 是阿发1到阿发n 贴着一个非贝塔1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 阿发1到阿发n 贴着非贝塔1 这个非贝塔1就是什么 就是贝塔 所以这地方已经有 阿发1到阿发n贴着贝塔 所以定义情况证明了 就是阿发如果是这个非贝塔的时候 非贝塔1的时候已经成立 这时候还没证明 还没证明完 证明了一个贝塔σ等于1的时候 这是对的 如果贝塔σ是0呢 一样 贝塔σ是0 那贝塔1σ就是1 对贝塔1σ用过来假设 就是这个是 就是这个是生意 我们已经证明过 贝塔可以贴出来 非非贝塔1 这个是生意 实际上就是阿发1到阿发n 可以贴出来非非贝塔1 这个非贝塔1就是 就是贝塔 所以这个是贴出来的是 阿发1到阿发n 这就是非贝塔 所以 这时候呢 如果贝塔是非的情况 是一个否定式的话 这个呢 证明 已成立 第二种情况 如果贝塔是一个 远含式 是吧 贝塔1 远含贝塔2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这个式子里面 含连接词的个数 是一个K加1 这样的话 这个里面有了一个连接词 所以贝塔里面的连接词的个数 加上贝塔2里面的连接词的个数 加起来 应该是 应该是K 因为这地方也有一个 所以贝塔1里面的连接词的个数 加上贝塔2里面的连接词的个数 加起来是个K 那这样的话 加起来是 何时个K 所以每一个贝塔1 贝塔2里面 所含连接词的个数呢 都应该是 小点于K的 小点于K 那这样的话 对贝塔1和贝塔2 我们都可以用过来假设 都可以用过来假设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证明 还是证明两个结论 贝塔Sigma等于0的时候 什么东西 贝塔Sigma等于1的时候 我们先证贝塔Sigma等于0的时候 贝塔Sigma等于1的时候呢 稍微麻烦一点 也要分两种情况 贝塔Sigma等于0的时候 那就是个远寒式是0 远寒式是0呢 就是说 我们讲过了个情况 去到书店呢 上街没买书 是吧 上街没买书 那这时候呢 贝塔1Sigma必须是1 贝塔2Sigma必须是0 对贝塔1Sigma 对贝塔1和贝塔2呢 分别使用过来假设 这两个都可以使用过来假设 对这两个呢 贝塔1和贝塔2呢 分别使用过来假设 那这样的话 贝塔1Sigma是1 去阿发1到阿发n 就提出贝塔1 贝塔2Sigma是0 去阿发1到阿发n 提出贝贝塔2 贝贝塔2 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要有这两个 这个东西 要提出什么呢 提出这个式 提出这个式 如果 如果有这样的式成立 贝塔1 也含个贝塔2 也含这个式 如果有这个式就好了 如果有这个式 传递到它 贝塔1 然后贝塔1呢 到这东西 传它 那就到这个贝贝塔2 贝贝塔2又成立 到这个式 这个式像以前我们挣过 你29 你们回去翻翻书看看 29我们挣过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怎么挣呢 如果自己挣的话 怎么挣呢 应该不困难了吧 要挣这个的话 要挣这个的话 这要挣什么呢 你把贝塔1 放到左边来 利用引力 这要挣证 这要挣证贝塔1 含后面这个式 你看贝贝塔2 含这个式 要挣后面这个式 要挣证后面这个式 这要挣证什么呢 这要挣证 要挣证这个 要挣证这个式 要挣证这个式 你只要挣证什么呢 什么东西 是远含塔呢 它这个式 远含塔 我们证明过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很挣也是个利率 也是个利率 所以这时候 就要证明这个式 要证明这个式的话 就要证明一个 这是显然的 在P里面 在A里面都非常好挣 都非常好挣 所以这个式也是对的 对的 好 有了这个式 有了这样的一个式之后 怎么挣都可以 这地方你把这两个 放到一块来 既然这个 阿发1到阿发n 又可以提出 β1 又可以提出 非β2 这两个用两个 用这个引证的利率里 这两个东西提出它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式 就有这个式 β1 与含β2 就是这个β 所以这地方呢 是一个非β 所以很快证明完了 就是说如果βsigma是0的时候 βsigma是0的时候 我们证明了 这是成立 下面我们证明 βsigma是1的时候 α1到α1的 提出的是个β 就β自己 如果βsigma是1 βsigma是1 那这个时候呢 要么它是0 要么它是1 这两个呢 至少有一个成立 有可能两个都成立 但这两个呢 至少有一个成立 如果不然的话 你说这两个都不成立 这两个都不成立的话 βsigma就是 就是1 不能是0 只能是1 那βsigma呢 不能是1 只能是0 那之后呢 如果两个都不成立 那βsigma是1 βsigma是0 那于这个呢 有矛盾 于它也是1的矛盾 它是βsigma是1 βsigma是0 整个βsigma是0 就是个0 对吧 于它矛盾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两个至少有成立 好 我们再分情况 先看这个 βsigma是1 βsigma是1 我们对βsigma是1 成为了假设 解决这个式 解决这个式 以前我们证明过这个式 βs2远含一个 βs2提出一个βs1远含βs2 要证明这个式的话 你βr放到左边 这是显然的 β1β2本身 可以提出一个β2 所以这个式成立显然的 这样的话 它提出β2 β可以提出它 根据传递性 也提出β1和β2 这个东西就是个β 所以我们有这个式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个呢 βsigma是一个0 βsigma是一个0 我们也证明过 我们也证明过 你用过来的假设 用过来的假设 α1到α1 贴出了几个非β1 是个非β1 我们也证明过这个式的 非β1可以提出一个 β1远含β2 这是我们用的很多 用的很多 贴出这个非β1 非β1可以提出这个式的 这个α1到α1呢 又可以提出来 β1远含β2 那就提出β本身 无论这个时候 只要β1σ1 只要β1σ1 βσ1 无论是这种情况 还是这种情况 α1到αn 都可以提出β 所以这个时候呢 β1σ1的时候 α1到αn 一定能够提出β βσ0的时候呢 α1到αn 也提出非β 这样的话 规大假设也完成了 规大假设完成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证明了一个引力 引力怎么用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定理 假设β是个重渐式 假设β是个重渐式 然后我们证明呢 β是个例定理 好 那就说 你要有它那个重渐式的性质 构造β的一个证明 这个好像比较麻烦 对吧 我们现在呢 证明是一个从 证明是一个从 公理和规则出发 一步步推倒 与重渐式到现在为止 好像没有什么态度的关系 没态度的关系 怎么建立这关系呢 很难想这个事 是吧 可是你看刚才的引力 好像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端移 这个是里面 这个是里面 你看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我们先不管这个β σ什么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结论 如果这地方是一的话 它退出它 而这地方是一个 是一个一 是一个用灯 或者是真假的东西 退出了一个 推倒的式的 这是一个语义的东西 语义上的结论 退出这个语法上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里的定理呢 好像能够起了一个 强烈的作用 强烈的作用 那我要证明这样的东西 我要证明这样的定理 怎么个证法呢 刚才的东西怎么用呢 刚才的东西起了一个 语义法和语义的作用 但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呢 那地方有一个α1到αn 这地方的α1到αn 什么东西呢 β好像看起来是有了 这个β 这个β 就是这地方的β 就是这地方的β 这个α1什么东西呢 α1到αn什么东西呢 这个α1到α1呢 可能是这个sigma来的 那sigma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休息时分上再讲这个